有關於這個湖州合一宅 由營建署規劃 那更甚深來興建 但是4月20號多次的地震後 該地區地下室 梁柱 多處的軍列 天花板 水泥剝落 漏水 還有我想新北四市政府 也成立了申訴中心 也有307戶 乘客戶來做申訴 那我想站在國民黨團的立場 我們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說我們要求日盛生必須完全負起責任 那新北四市政府也要做嚴格的查驗 那要是沒有安全的話 一切勉強 那在5月1號那一天 我們在營建署那邊 由這個營建署的洪嘉宏 洪楚蜜 來跟這個住戶 還有跟相關人等做了一些溝通 那做成幾個初步的一個協議 一個呢就是希望能夠全面安檢 不但地下室是逐棟逐樓逐城 也都必須要去做一併的這種關於安全鑑定的檢查 另外的住戶也強烈的要求 後來做成一個協議呢 就是由住戶的提供兩家 或者兩家以上的這個公證的第三方來做驗證 那當然日盛生還有營建署 也必須找出相對的一個單位來做這個驗證 我們讓專業來對話 不管是退場機制還是所有的這個作為 那希望營建署跟新美市政府 大家能夠這個很快的把一些方法提供出來 讓住戶能夠成功能夠安心 並且能夠達到各方的一個必要的需求 這張請在一起 方式 靈魂 第二 三 二